石头剪刀副 石头剪刀副 那我洗了 嗯,我洗了 姐姐插肚子 看姨妈都睡着了 多了一点钟睡 结果妹妹两点钟她要起床上洗手间 要不给她打灯 作业做了没有 韩先生,作业 这位考试都没考 这回没有成绩 是这样子的 用ABCD代替的 语文是A 数学英语是A 语文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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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是A是什么 就是A嘛 英语数学B 英语数学B 科学也是A B吧 还是那个不重要 重要就是女说外的三样 除了语文A 其他两样都是B 我也不知道A是多少分B是多少分 姐姐你考了多少分啊 12分 全班12名 这一次12名 上次是第7名进过的 这回又退了 嗯? 又退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挺难的 好多期都没做过 没做过很难是吧 嗯 你们班整体来说呢 物理特别强 物理都说不好做是吧 物理你们之前初二的时候就学过物理啊 那初三不是跟哪里 初三学那个电还有什么鬼东西啊 电就太难了 初考的 肯定会难以 历史这次也难 历史物理都是抽考的比较难 那化学呢? 化学不然我什么也考得特别差 我之前都是考90多 那最后呢? 70多 快80多 初中的体制就比较难 也让他进学 他成绩下降 因为 你不要说因为 不是 那是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 我认为 我认为 那两本书都没 那两本书都没 那两本书都没做完 我们也有责任 因为你认为的 我认为的 我们两个有责任 你知道吗 认为你下降 认为你没下降 对吧 那照我们来说你是真的是 你不会老是对 就是说 不说别 就跟他故意 你是不是人在家里 你什么时候写回一个字 对不对 你不要批评一下 我妹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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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过几天 你把那个总书买过来了 我今天就问了他 他还没到啊 是吧 你说书都 我有七本还在住院 就只有二十五天的价 你看我们 我们 我从十一月份回来 十一月份回来的时候 依依在家里 我还要多处饭 做一下处业 后来我们开始 我开始卖橙子了 田少爷在那边上班 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 基本上都是自生自灭的 没人管得上他的学习了 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到底是把哪个放在前面 小孩子学业放在 放在第一位 还是挣钱放在第一位 我这样写中也就不做的 我说真的希望你看姐姐 姐姐怎么了 你哭了吗 你哭了吗 姐姐 真的哭了 不不哭不哭 难 没没说啊 没说啊 我说你那边确实难啊 没事没事 怎么了 你哭了吗 我又没说你那个 你快捡 那 考得不好 没事的啊 一次也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不要哭啊 还可以可以啊 没有很差 因为以前你们建设十七八年了 这可能难 确实难 我们都能去啊 我还记得以前 我在老家住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次二年集中考 然后给我打个电话说 喂 你考了二十多分 谢谢你的啊 没事没事啊 姐姐啊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啊 放松一点啊 在家里就好好玩 该玩的时候要玩 该写作业 把书家作业都喜欢就行了 我都知道你学习很压力很大 我都没有给你买作业 没有讲了给你买书看 都是看你自觉啊 好了好了 不要不要哭了 我没说你考的不好啊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 我也知道 我没有说你考不好的问题 我看到你已经努力过了 没事没事啊 你没说了 你明天不要上班了啊 我把那个黄猪给你吧 你自己去做吧 行啊 不然这样的话 真的搞得大家压力很大 小孩压力也大 我们大人压力也大 好了好了啊 好了啊 好了 好了